手上拿的應該是蕭欣欣吧 超級可愛的 希望呢 今天晚上能夠順利 上山下海 最重要上台領獎 非常的緊張 但就是平常心 但如果有得獎會超開心 哎唷 OK 一個押韻 帶著蕭欣欣來想奪金啊 剛好帶我兒子 人家說 帶我兒子很生氣 對 今天就把這個 福星給他發揮到極致 一定要 對 特別訂做的 而且它上面有一個 小小的獎狀 獎盃 有 我真的覺得這個設計 非常的特別又可愛 他們就是以上山下海 過夜之擊倒台灣 入圍意志及實境節目獎 跟主持人獎的 艾美 Max 黃世傑 八弟跟製作團隊 歡迎你們 節目帶領著觀眾 上山尋找冰河 以及下海揭開沉船的 神祕面紗 甚至一起記錄了 更具深度的 台灣山林大海之美 今天聽說八弟身上的衣服 有藏了一些玄機 有很多台灣特有種的動物 不知道他們今天是不是 特有種的 也會上台領獎 手上拿的應該是 蕭欣欣爸 超級可愛的 希望呢 今天晚上能夠順利 上山下海 最重要上台領獎 恭喜你們 歡迎八弟 艾美 世傑 以及 Max 哇 直接就是高歌藝曲了呢 可以像我們像一個合唱團嗎 非常像一個合唱團 而且看起來 而且是唱歌唱得很響亮的那一種 太響亮了 好 這邊要問一下四位 有首次入圍 一人一句形容一下 現在的心情好不好 非常的緊張 但就是平常心 但如果有得獎會超開心 哎唷 OK 一個押韻 一個押韻 來 艾美請 太興奮了 哇 蹦蹦蹦 好 繼續幫你放煙火 嗚呼 來 請 我要抱著金鐘好好睡覺 一定要 一定要 來 我們繼續囉 平常心好好面對 好好面對 但相信一定有一個人 非常非常的想拿獎 就是最近剛當爸爸的八弟 帶著蕭欣欣來想奪金啊 剛好帶我兒子 人家說 對 今天就把這個 福星給他發揮到極致 一定要 對 特別定做的 而且他上面有一個 小小的獎狀 獎杯 有 我真的覺得這個設計 非常的特別又可愛 前陣子有看到你發文說 等到蕭欣欣有一天會走路的時候 你也想要帶他上山下海 你最想帶他去哪邊玩呢 滿想帶他去東北角 台灣的最北部 對 富貴角 先從富貴開始走 對 鄉鄉對對 萬年富貴 這樣很好啦 對 好啦 祝福四位 希望首度入圍今晚 直接把獎座給他拿下了好嗎 沒關係 歡迎你們 來吧